哎呦 就在这儿坐着我就感受到 这这碗叫金山银海 肯定特别香甜 不过这个粥的这个食材比例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放错了 怎么呢 你看啊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啊 这南瓜的比重啊 加起来啊 能比这个大比 多了能有三倍 还多 我跟你说 我做时候 我跟你一样想法 我说怎么 这比例是不是 太多了 这南瓜是不是也太多了 可是铁王老师 就这么告诉我的 就这么做 是吧 我就得这么做呗 就比例对吗 对啊 首先比例没错 是我让帕姨这么做的 这个南瓜地瓜和大米 是什么比例呢 四比二比一 为什么大米要少呢 音音啊 就是以前 大米也是细凉 很珍贵啊 你做饭的时候 粗粮里加一把细粮 一点点 参合着吃 当然了 现在条件好啊 大家想吃米多的 你就可以多放点大米 想吃米少的 咱就多放南瓜 多放地瓜 但是呢 我刚才做的 按照这个比例 煮出来 这个粥有一个好处 对胃肠道有问题的人群 它有改善作用 而且很厚 最重要的就是 一点肤酸都没有 这个南瓜 大家都知道 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膳食纤维 而这个东西 它像海绵一样 它能吸水 它够裹挟着肠道里的垃圾 排出体外 这样它就能够润滑 我们的肠道 而且它里面有果酸 有糖类 它可以帮助我们 胃肠道更好的消化 可以明显的促进 胆汁的分泌 能够加强 胃肠道的蠕动力 而这些都能够改善 我们肠道的问题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看看明白了吧 这要是每天早晨 能把这个金山银海 当做早饭来吃可不错 既补充了营养 又解决了问题 是这样 有肠道问题的人 按照我说的比例 连续吃两周 再配合肚子柔腹 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缓解 而且缓解得非常好 这个是柔腹的 这个是怎么个操作方法的 这个柔腹有一整套动作 跟大家说 说到比较多 这个时间关系这么点 大家扫码吧 这做来不及 我不在这统一说